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特技大师 一位是来自成都的郑维彤 与来自浙江队的赵欣欣最终在决赛遭遇 那么这次比赛也是采用了进入64强以后的这种双局单败淘汰制 也就是说单淘汰的 应该说这个比赛也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那么两位特技大师进入了最终的较量 一共是下了六盘才分出胜负 那我们就精选了其中的几盘呢 和大家一起来慢慢的回顾和欣赏 我们首先带给大家的这盘棋呢 是慢棋的第二盘棋 对 这个张老师 我觉得这个个人赛今年是改革了 已经赛制 不像去年这个双方就是说大家还就是说觉得不会压力特别大 今年就是个人赛的决赛呢 每次双方较量的时候都是至少最多能下七盘棋 对 所以这一次个人赛应该是对体力与脑力的双重的这么一个那个这个较量 这盘棋呢 红方采用的是三兵体系 足三棋 那么两个人纷纷的战胜了各自很多强劲的这个对手 那么这次比赛呢 也爆出了一些冷门 像来自这个辽宁的这个钟绍红呢 就一举淘汰了蒋川和王天一 也使很多这个棋友呢 这个觉得这个非常出乎意料 对 那当然呢 他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 就输给了这个谢静 终究呢 还是没有取得特别好的这个成绩 但是确实通过这一点呢 我们也看出这个比赛呢 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然后红方 马八进九 组织进一 这双方呢 就很快形成了武器炮 对这个平方马 最常见的啊 这种三兵 三足的这种开局 郑维同呢 应该说是布局呢 也是轻车熟路 他走的呢 比较堂堂之刃 打算采用的这种最流行的布局呢 来进攻郑维同 赵欣欣呢 这里呢 他采用了一个比较相对不是最主流的这个走法 走了一个马尔静音 对 他实战是马尔静音 一般走的最多的 目前来看呢 就是走向三进五最多 向三进五 张老师 这个棋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最早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向七进五的变化更熟悉一些 这个向七进五这个变化 现在慢慢的 就是走的人少了 您是对这个变化是怎么看的 这个棋呢 就等于是红方呢 这种三兵体系啊 往往是采用了一个整体的缓攻的这种阵型 它不像七兵那么激烈 对 但是呢 红方总是有一些小小的先手呢 对黑方呢 有些牵制和这个威胁 它整体的进程呢 不是那么快 对 那么至于呢 走到这个阵型下呢 就是黑方呢 主要有四种走法 一个是足一锦一 对足打开 另外呢 就是补三项和七项 补向七进五 也就是左项呢 在九十年代 非常流行 那么最主要呢 红方后出现了马三进四这种 先手攻击中路的这种走法 但是现在呢 黑方也找到了一些办法 原来赵欣欣呢 也是比较喜欢走相机进五 然后马三进四 居进三 他也是喜欢这个 对 他也偶尔走一下 七项呢 来讲呢 应该说也较为合理 但只不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变化呢 没有特别深刻的去钻研 现在这几年是向三进五 非常流行 可能更喜欢这个飞三项 或者是马登边兵这些变化 马登边兵呢 是最近两年呢 这个走得多了一些 以往大家都觉得这个马走到边上去 容易把这个七子呢 走偏了 对 这个其实确实也是 如果一旦呢 运转不好呢 就是容易的偏离主战场 带来一些后患 那么赵欣欣呢 这个一格人很大 他对这个布局呢 也是研究的非常深刻 他走马尔基因 就采用了这种反击的这种做法 那么红方走 抛七退一 早先呢 就是抛进三走得多 这种走法呢 就是说 也是利弊三半 好处呢 就是先得了一个实惠 但是不利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炮打住了去以后啊 这个后续的力量呢 不是特别的有劲 黑方呢 也有走足以进一的 也有走俱进三的 俱进三 就是这两种变化呢 黑方呢 也都是可战 那这个变化由于太多 我们就不给大家呢 这个细讲了 可能抛七退一 也是想保留变化 以后也可能会抛七平三啊什么的 相对呢 含蓄一点 就是说的 这个中国人讲究呢 这个 弹无虚发 兵法里边也有这个理念 是啊 就连红方呢 不急于呢 把这个子力呢 冲出去 而是躲在自己的阵营里边呢 来进一步调整 他想这个 后继勃发嘛 然后黑方走 俱一进三 红方 红方 俱九平八 黑方 炮二平四 红方 俱二进五 俱二进五呢 也是一个比较凶混的这个攻法 准备吃足 或者俱二平六 来看一下黑方的这个 啊 表态 嗯 不过 这个旗 啊 他是先足以进一鼓过来了 对 好像是先过边 这没关系 嗯 就俱九平八 他足以进一嘛 然后 他先保住这边嘛 他先抱着平四也可以 其实都关系不大 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先走哪个 后走哪个 目前来看的差别不是很大 嗯 第一盘棋呢 这个双方呢 就是 赵新和郑伟同呢 双方打成了平局 对 那么这盘棋呢 也就是在11月30号下的 对 上午 然后两人 就是决赛的第二盘慢棋 对 嗯 那本 本次比赛呢 刚才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是采用这个 啊 单败 啊 双局的这个淘汰的走法 对 也就是说两个人要下两盘慢棋 嗯 慢棋如果打平呢 就再加赛两盘快棋 快棋打平 就是两盘超快棋 对 如果这六盘棋 两个人全部这个占平的话 嗯 那就下到这个第七盘的决胜局 决胜局呢 也就是说采用这个红和盘复 啊 但是红方的时间呢 会多一点 对 但这次比赛呢 就是也险些呢 下到这个第七盘 好 我们接着看那个七局的变化啊 嗯 走到这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可以走G2平7 杀兵 那黑方可能会向七进五 然后你G7平6 他在16进五 对 好 将来红方在G8进二啊 保留炮火平7啊 来这种叠炮打门弓 但是黑方呢 也有一些反击 黑方走炮8进4啊 嗯 对 红方也有牵制 对 挺复杂的一个变化 嗯 但是赛前就是我看这个七也挺有意思 嗯 就是说G2平7吃兵这个变化 就是两位棋手 在个人赛之前已经较量过两盘棋了 都是以合棋高中 所以这盘棋他们俩又较量一次 而且郑维彤走出这个G2平6的一个 很 我感觉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走法 张老师您对这招棋有什么看法 这招棋呢 其实也是出现的比较早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布局本身呢 它不是最主流的布局 因此你看高手下呢 你有时候就能看到他们下这个变化 有时候你就看不到 因为他有时候走不到这 那G2平6呢 应该说是 郑维彤呢 这个潜心这个研究 可能是专门针对赵欣欣的走法 就是洪方这个策略整体上来看呢 他比较稳健 他没有这个吃兵凶 但是呢 就是说洪方呢可以呢 稳步推进的获取一些小牵手 我是这么这个看的哈 就是他首先他把他炮封住了 对 黑方也得补齐啊 对 16进五 本次比赛呢 是在这个湖南这个长沙旺城区这个进行了 呃 这次比赛呢 是由这个湖南的天龙制药公司呢 这个冠名赞助的哈 对 那么本次比赛也叫天龙力行为 那他这个力行呢 就是天龙制药的本身呢 出的一个产品 主要是这个人参这个提神的这个精油 这个本次比赛应该说这个 这个组委会呢 也非常的周到和细心 对 在那个饮食方面 还有那个骑手啊 他就是去比赛期间 就是说大家特别关照 尤其是我们骑手 他还特意发给我们两瓶这个力行那个精油 然后比赛的时候 我一看赛场大家都在用 都在提神 他这个精油应该说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大家用的效果呢 感觉还是挺好的 主要是能够帮助那个人疲劳的时候提起精神啊 对 那么本次比赛呢 刚才唐太太说了这个火石也非常好 住宿条件非常好 是在这个长沙旺城区的这个华天大酒店 而且比赛的这个环境也非常好 那个赛场啊非常的宽敞明亮啊 这个另外的这个组委会呢 也想的非常周到 包括我们所有这个骑手 还有各个队伍的这个接送啊 以及这个比赛期间呢 组织了这个参观活动啊 车轮战与这个小朋友进行指导 还有特别请胡隆华老师来这个签名授书 等等 细节方面呢想的非常周到 对 此外呢 这个赛场呢 还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精美的这个糕点啊 也是由当地的这个绿色食品的这个公司 这个赞助的 总之呢 这次比赛做得非常的圆满啊 应该说是为个人赛呢 这种组织呢 也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对局 红方居二平六以后啊 黑方走十六进五 那么红方怎么去进攻 红方这个棋呢 不能容忍黑方再向其进五了 如果黑方再把气象补起来 红方这一带呢 就在左翼呢 就不好这个动作了 因此红方这个棋呢 要刻不容缓的采用进攻 红方采用兵器机 这条棋呢 就是说比较凶啊 把棋兵呢 弃给对方 那么黑方也只能把他一退三 然后红方呢 在接力使力 马九进七 向上走 这儿呢 红方这个马呢 就随时呢 准备呢 将他向中国跳呢 进一步呢 来啊 借着攻击黑方三路线的 这个机会呢 来发展先手 这应该是红方已经 赛前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变化 对 这个棋呢 以往呢 就是网上有些对于呢 黑方大多数走向西 因为这个向主要补的 对 飞向 然后红方如果走泡五平酒的话呢 黑方可以再走足以平二 把足送掉 对 然后那就取八进三 吃掉他再拘一进三 然后拘一进三 对 这儿的棋呢 就是说呢 黑方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抗航能力的 嗯 那么实战当中呢 这个 就是说如果另外呢 就是说 你如果不走泡五平酒 红方就说他也没有 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动作 对 红方这个马九进七跳上去以后 就一直有泡五平酒这种走法 对 那现在呢 实战当中呢 黑方的这个赵西新呢 可能是在决赛期间呢 他也是想 这个 求胜新切吧 对 他这个反击的这个节点呢 我感觉就是早了一些 他等于直接来浸泡 打这个马 他更好的方法还是先把自己的阵型稳固一下 他虽然说避免了红方这个泡五平酒 就暂时啊 对 但是呢 从长远上来看呢 这招棋本身呢 嗯 他的效率比较低啊 后来他又马上这泡退回去 所以这招棋呢 后来重复了 对 由于这种赛制 两个人是在不断的揣摩对方的这个心态 是啊 而且这个对布局的这个研究 在终局当中呢 两个人是看看谁 能够更加的心平气和 把这个招法呢 啊 走得更 合理 啊 走得更深远 因此呢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 啊 这个 棋手自己呢 带来这个影响 是啊 一方面是本身技棧树上的 另外呢 还有很多这个心态上的 对 那么从这一回合的较量上来看呢 黑方这条棋呢 操作过局 那么红方马 骑进 这个中马跳起来 黑方呢 也只能赶紧 对 这个骑士没有变化 红方 这个时候又泡武瓶就打了一下 红方泡武 就是这个 平炮打狙这个变化还是 他打狙的目的 如果你躲狙 他可以飞向去飞你这个马 这个马反而尴尬了 那黑方只能足以平二 只能平兵 红方去把他吃了 这样呢 应该说这个整体局面上来看呢 红方就是获得了比较满意的 这种出于攻击状态的这个形势 对 那到底后市如何发展呢 那好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做精彩的这个讲解 应该说呢 这个时候对于黑方呢 是比较多的考验了 实战当中呢 黑方走了一个炮八退二 这招棋呢 又是太重复了 因为黑方这个炮 上一招棋刚进来 所以说黑方这个棋 应该走狙近三 先把狙点进来 对 如果你飞向 飞他 他可以 有狙平四 这个手段 平狙 他有对狙这个手段 这样这个马还是挺安心的 这个棋呢 如果你马五进七 那么黑方也可以把你飞掉 飞掉 飞到你狙八平细吃呢 黑方再向三进一 对 这看起来呢 就是说黑方这个阵型呢 有一点虚浮 但是呢 也只好这么下 因为飞起来后 还有炮子平三这种反击 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对 但是可能临场当中的赵欣欣呢 不太愿意接受这儿的 这个局面 但是呢 这个形式呢 就是 对 他走炮八推二 对 他也是可能想 现在就保住这个三足 并且这个 有狙五进一的这些走法 对 但是他现在来不及了 你要黑方 能抢狙五进一 当然可以了 对 那红方先走 红方就正好把马跳下来 马五进四 嗯 紧逼 黑方智能聚花瓶六 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 红方走的也非常好的气 嗯 他先走 抛弃瓶九 先把那个G啊 打暗 嗯 黑方这个G只能G平三 对 只能G啊 进去以后呢 红方才有更多的这个动作 我们看啊 红方先握一将 黑方只能电 红方就把它吃掉 这个棋呢 你如果G六平七吃 嗯 红方呢 可以在G二平六回来 这个三路马太太危险 比较危险 对 下部一飞就把你捉死了 对 那么黑方呢 先跳一江 红方炮 九平六 平炮 对 哪个 吃哪个呢 那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 浸泡好一点 因为吃这个的话 他怕他将来去G二平六 他只有这个G二平六走吧 对 他吃 所以他 他也只能这个 只能这个 炮 对 四进六 打掉 然后红方G八推二 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 就比较 不好选择了 对 他临场呢 选择马四推六 也无可厚非吧 如果马四推三的话 红方这个一将 G八平四 把黑方这个子力 全部牵住了 是啊 黑方还有G三推二 将来呢 红方可以下体炮 三龙马也可以出击 对 总之呢 两个G都受牵住 对 红方的机会要多一些 那黑方临场走马四推六 但这招棋呢 就给红方呢 一个比较容易的 就比较明显的 这个 得势的这个机会 对 红方实战当中呢 走得也很好 他走得比较深远 实际上还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走法 就是红方啊 马上就占优的这个走法 一将 对方只能退市 退市 红方G八平六 G八平六 这是一个偷杀 G二平四 要砍死你 有一个杀法 有一个陈牙军 你只有 那没大法了 只能这个 然后红方下底炮 下底炮呢 要吃这个底市 你这个卧槽枪都没有用 他就上帅 对 这个其黑方就只能G 只能G七平四 送鞠 然后吃掉 对 这呢 我们就是 招法就不用向后摆了吧 对 就说你只能去吃鞠 他杀一僵 然后他把炮吃回来 能够白吃一个事啊 冰炉也好 对 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的优势呢 就比较简明 可以非常简洁的 获得这个物质上的 和冰炉上的优势 是 那张维彤呢 可能也看到这个了 因为这个棋并不是很难 张维彤想的呢 也很深远 他走的招法也非常不错 他浸泡一打G 那黑方不能颠炮 颠炮一僵 我就把你G打掉了 对 黑方 只能15吹料 对 然后他又G 八几料 继续吃G 利用他这个 G不能动的这个特点 他只能14进我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G二平六 再调过来 准备炮就几一僵死你 他只能G三平一 跟住 先跟住 这一段呢 应该说红方走的 还是非常的精彩的 黑方很无奈 这个两个G都受签 然后红方 匹马 前进 在看这个棋实战的时候 正好我也去了赛场了 我一看这个棋 黑方这棋不好下了 基本上这个红方 升级很浓了 对 黑方两个G 位置都很差 这没想到后来 这个赵细星还走得很顽强 他G七退一 他只能先把G先躲开再说 因为出的显地 七八平六 对 这个棋啊 平G呢也可以 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更好的走法 就是简洁嘛 一登兵 我下部G八平六 你挡不住 对 黑方只能走 事物推死 因为他 赶紧落室回来 然后你G八平六 你叫杀 然后就把象登了 哦 这是象还是丢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给大家细讲了 他把象登了以后呢 黑方只能走G一拳二 二德去 一拳二 一拳二的话 这个残局 主要是兵种不好 对 还有一个呢是残相 所以说洪方的盛机也比较浓 那张维彤呢 也是没有采用这个走法 张维彤现在我发现他有时候这个下棋还是挺凶狠的 是啊 他想这个利用大死的进攻呢 直接把对方呢置之于死地 那么看黑方两个G 黑方也很无奈 足无疾 然后洪方马四进六 对 正好这个 继续关着他的这个一徒 对 这个马六进七太厉害了 对啊 所以他也只能马七进五 马六进七是一个杀 绝杀 对 而且吃狙 黑方走狙一拳一都来不及 他还是 还是可以跳 还是跳 还可以登向都可以 对 吃了这个炮地下有劲 那黑方只能马七进五来守住这一点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作为洪方来讲呢 就是说如果马六进五 当然是 那可能 这一般就不愿意 对 黑方可能G7进二 这个 对 黑方有这个G7进二的可能 这个马反而很尴尬 对 你不一定杀得死 对 那这个时候洪方先走G六平四 他先把这个草马呢 赶走 他想呢 这个沃草马老对他是一种威胁 对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过门 黑方马六进八 然后他这个再G4平八 对 这样子黑方也没有什么威胁 红方的 他主要下部棋准备下体G 你G平三 你走不开 地炮江 你要如果这会落势的话 他就可以马六进五了 这是个先手 对 他是个绝对的这个先手 对 这个棋 我觉得黑方实战也是很顽强 黑方他也没有办法了 他项目进七 对 他想把这个G赶走 这个时候洪方拘六平七 对 实战是拘六平七 对 也是可以 就说张维彤呢 就是在攻击的时候呢 就是在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 他选择的呢 还都较为正确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攻招呢 也同样可以呢 这个占优 乃至最终的获胜 就是这个棋 洪方还有一个比较精妙的 就是棋狱 先棋后棋 陈棋狱 那黑方也只能马五对四 因为他G平三的话 他也挡不住炮豆筋一样 那是杀一江 洪方杀一江 黑方只能 马六进七 有一个先棋后取 是六进五 他还不吃这个G 吃这个G呢 他G七进二呢 这个G还能够绕过来 还能完全防守 对 他炮九平五 这个 正好这个比试呢 他守不住了 事项都 对 都把他摧毁 洪方G七平六 在一江 通过这个 连贯的这个手段呢 可以把黑方的两个试 再次吃掉 等于这儿 洪方呢 应该说呢 这个物质上就比较占用 但是黑方有一个反击 他会G一平六 G一平六 先躲一下 洪方只能支持 黑方可以马八进九 叫 叫杀 他有这么一个反击 但是洪方呢 可以通过 马七进六一江 那叫六平五 吃炮 一江你 然后他今天平六 把你马吃了 这样子 把炮呢 跟你黑方的这个马 换掉 然后形成鞠马 就鞠马 但是洪方呢 由于多了很多事项 应该说这个残局呢 胜机也很大 或者说基本上 就是胜势 黑方也挺难防守的 对 这个走法呢 就是说洪方可以呢 通过这个子力的转化呢 来获得优势这个残局 郑威童呢 可能觉得这个嫌麻 是不是嫌麻烦的 还是他临场没有完全看准 可能看到鞠六平七 也还不错 也很准 他鞠六平七 黑方也只能先落个室 先赶紧先守一下 对 他也没办法 红方炮就是平霸 这一直不敢落相 马六进五太厉害了 对 你先回相 他就马六进五了 对 双鞠炮就形成了这种杀棋了 对 索性就鞠一平四 然后黑 红方也就 红方还挺狠的 就直接就气子 这肯定是 这招棋啊 吃马不好 吃马这招棋 险些呢 赵欣欣呢 就是直接就败败 他这棋只能走鞠七 更冷静些 你泡花鞠一 泡花鞠一 然后他鞠七平四 反正这个棋啊 他也不太好 但是这样呢 还给对方呢 一些获胜的这个难度 对 所以说红方呢 要想取胜呢 还没有那么简单 走得要更好一些 对 这个是最顽强的啊 这个棋呢 他吃马了 这个棋啊 实际上就不好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可能也是前面 花的时间太多了 对 然后这个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呢 这个郑维彤呢 走出了这个软手 他走了一个炮八进一 他走狙狙腿一 应该走炮八进一 炮八进一呢 这个棋就可以基本上锁定这个盛事了 对 因为现在要抽狙 你如果上将 上将呢 太危险 他这个狙将啊 不 他不讲 你狙八进五 狙八进五 抓你 先捉一下 你这个马很痛苦啊 这个马没有地方去了 不好定位 不能马五推四 马五推四 炮八平六 你马五推七 他也是炮八平六 你这个狙就丢了 炮八平六 七路很危险 不是很危险 你现在就丢了 你你掌一步 他狙一将 然后对掉一个狙 再一击 再另一个狙再 狙再一点将 就是你这个狙就丢了 对 所以他抓这个马 黑方这个马 就没有没有路可逃 你马五推六 他 对 他就狙狙腿一 提一将 就把你马白吃了 对 不能垫狙 炮八退一 那这个棋呢 你你不能上将 那走什么呢 他只能 只能狙 逃 那红方提一将 狙一提一将 提一将 他只能知识 然后红方再炮八平酒 再平八 反正你这个两个马 就不着急 跑不了 我上马也能吃 下马也能抽 对 你要马五推三的话 我就尖两军 把你这个抽掉 把这个马抽掉 对 把你这个 把有威胁的马给吃掉 对 而现在我要 狙一陈一将 带姜吃你这个马 所以这个棋 应该说 红方呢 取胜呢 不难 非常非常可惜啊 这个郑伟从前面 这个中狙走的都 非常的准确 就是到了最后 这个走法的时候呢 对 这个差了这个 至关重要的这一环 应该先 他想 他居七退一 可能想先控制住 这个局面 但是呢 这个棋子一下 出了一点小变化 对 好 我们来看 他居七退一 居七退一 然后 黑方是马五推四 对 这个走的特别顽强 这个 这步棋 这招棋 可能是郑伟从忽略了 对 因为你要是打掉的话 就是黑方就整个呢 缓解了 对 你要是一降 他有可能上降了 上降呢 你刚才那泡沙拼路 那些动作就没有了 对 所以这个棋呢 等于节外生枝了 红方等于前边 走得非常精准 那么就由于这个一个回合呢 没有走到位 把这个大好形势呢 不能说葬送嘛 反正是基本上呢 这个前边的努力呢 应该是白费了 对 非常可惜 当然说两个人这种单挑的这种决战呢 可能这个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第二盘棋 对 压力肯定更大一些 对 因为这盘棋 无论谁胜谁负 对 就将意味着这个终绝比赛 而是获得这个锦标了 那好 我们看看最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招法 红方就先平均捉了一下嘛 他保住 对 然后 然后这时候 也没办法 他就说的 看到这个棋呢 不好控制了 他就是采用的 他也走这个 对 然后他是 炮六平三 炮六平三 他向一回 向其退伍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由于 红方这个子力 也受签 他索性的摆脱签制 那这样双方就接受这个平衡的这个局面了 对 最终握手言和 对 好 那这个棋就简单了 他最后把马吃了 最后双方形成居兵残局 这样呢 就下成了和棋 那这盘棋呢 尽管紧张激烈 但是最终呢 还是和了 对 那稍后的节目的里面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继续介绍 他们二位的争夺的 精彩的对局 好 朋友们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